黑暗盡頭青棗叫骨聲 不想注定得我未心靈 對我來說 藍色其實就是平靜和思考的意思 我自己去旅行的時候 有一樣東西很喜歡做 我很喜歡拿著一杯咖啡在海餐對著海想東西 因為我覺得看著海那種很平靜的感覺 就是很容易促進我自己想的思考 還有藍色給我的感覺就是一點悲傷 但又不是絕望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歡這些顏色 通常我一看到海的時候 我通常不知為何會突然想到一些關於文學上的東西 譬如我自己平時都很喜歡看一些 Shakespeare的《Tempest》 那些舊的《Old Text》 我就不知為何自然就會想到那裡